妳這個動作是為了漏胸嗎 許姊弟 沒有 妳真的很糟糕 妳為了漏胸故意假裝腸胃道嗎 妳還加了 不要再假裝 妳不要再假裝攝影機 特寫妳胸 這邊是看不見胸部的 所以這是完全不透明的嗎 完全不透明 你看 怎麼 為什麼會有這種設計 它是兩層紗的 怎麼可能妳願意穿 不漏胸的衣服 因為是主持 就我來對不對 好囉 要煮好了 來 這什麼事情啊 完全好 妳不要做好了 這菜做好了 這樣歡呼嗎 對啊 來吃吃看好不好吃 我不明白 最近每一集做完菜 都要歡呼嗎 只要你 好 而且這是最後一集 我們要歡樂 歡樂幾乎都能講 把腦袋暈笑 來 順便拜個年 祝大家 你們有餘 接下來就是身體健康 是 紅年型大運 萬事如意 這主持人很好控制 你吃啦 快點 我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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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燙 小心 等一下 我先檢查一下 要不要再 我餵你做的 我餵你做的 富有靈魂的 喜紅柿炒雞蛋 這道菜 是我個人的最愛 也是我女兒的最愛 她講多久 真的有靈魂耶 好好吃喔 有沒有 太長了 我以前吃的都很單調耶 對 你這個有層次耶 真的嗎 對 有後勁 真的好厲害喔 那是因為 只有這麼簡單嗎 對 好啦 這邊沒事了 怎麼辦 這邊沒事喔 好 謝謝主持人 謝謝 本節目有想得美 不如柔光拍得美的VIVO手機 獨家冠名播出 本節目是由 成你就泡他的 授權摘紅糖薑茶 聯合贊助播出 Yeah 本節目是由 犀利來得太猛 就像龍捲風的老闆 大犀利油煙機 贊助播出 ROCK 下一集的真心話大冒險 再度挑戰他們的 有益底線 康永哥將爆出小S 什麼不為人知的祕密 說謊話吧 不會啊 那我們就來玩真心話大冒險 OK 看看點 對 我是不是有個東西在那邊 對 可以拿出來嗎 沒問題 這是康永哥的手機 自己的手機 因為它裡面有一些把柄 不是 可以 完了 這裡面 你要耍劲招是不是 這是我的手機 裡面有一些S在不恰當的時刻 發來給我的不恰當的內容 各種不恰當 就是有大舌頭到你覺得不可思議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票率已經應該有的發音方式嗎 對 然後有傾訴他最近愛上了不該愛上的 哪有啊 而且 還不只剛才在檯面上我們聊到那幾個 就有真正生活中 他不該愛上的人 太愛上 所以呢 小S等一下敢問我 任何我不想回答問題的話 我就播放其中一段給你 這怎麼玩嘛 這怎麼玩嘛 他這樣 這怎麼玩 那先喝一杯好了 好不好先喝一杯 我要最濃的 最濃的 給他一杯最濃的好了 你敢 你敢為難我 你敢 你敢放 我為什麼不敢 你放了我們的友誼就決裂 我放了然後我們友誼決裂 你以後半夜就不會再打電話來吵我了 那我就不拍你的電影 不拍就不拍 我找林志玲當女主角了 這樣子 我現在不跟你講話 那就不要主持 那這一段怎麼辦 你不要給我放啊 你蔡康勇 我也有你的把柄 你講一個愛情感 拿出來拿出來 我知道你曾經愛過誰 娃娃娃 好啦 我們來看看大家要喝什麼酒 互有把柄啊 我們要何必這樣互相傷害 對啊 你就好好玩 來 把手機收起來 不要這樣子啦 收起來 我們要輕鬆玩遊戲 收起來 以和為貴嘛 那你要喝什麼酒呢 康勇哥 毒藥 我等一下會丟這個 球 然後只要到單數的話 就是S姐你要回答 康勇哥提問 然後雙數的話呢 就是康勇哥要回答 是 如果他不願意回答 或者亂回答 就是要喝酒 那就趁了他的心啊 他就巴不得要喝酒 你們這什麼規定啊 沒辦法 這是他的節目 這是整個遊戲 就是我設計的 對 他是姐姐 你為什麼就不直接 把單元定成你要喝酒就好了 對 因為觀眾就覺得我帶回大家 所以這樣就是有個遊戲的包裝 對 好 來 丟球 來 為了公平幾天 我都從中間開始丟啊 丟了 丟是我 好 我回答 你的第一部電影 現在投資方突然把資金抽掉了 但是你現在變得很拮据 只能使用一個女主角 我跟林志玲 你要誰 當然是你啊 漂亮 我從頭到尾做這個劇就是為了你耶 所以林志玲是可有可無嗎 她不能被稱為可有可無 可是我一開始就跟志玲講說 志玲 我這部電影是為小孩子拍的 你可不可以幫我 林志玲就說好 但是如果 范冰冰也願意演林志玲那個角色 你會用范冰冰還是林志玲 如果范冰願意演這個角色的話 就沒有你啊 這個很真耶 范冰冰票房號召力很強耶 所以你覺得范冰冰 比我強很多嗎 沒有 你看 我當時在設計劇本的時候 我就想說 好不容易請到S拍戲 所以我要讓她呈現 各式各樣的面貌 就讓觀眾看到說 許志玲不演則宜 一演有這麼多面相 這是我真心的回答 好 好 我們和平的喝一點 好 OK 來 下一位是誰呢 大家是不是很期待 到底是幾號 請看 喂 喂 欸 喂 喂 欸 但喔 好 徐希第要回答我的問題 喔 上一次認真考慮離婚是什麼時候的 喔 我從來沒有想過要離婚 喔 這是真的啊 真的啊 OK 因為我覺得我是聊過很多次啦 我說婚姻就是一下高一下低 低一下高一下低 哪一家低的时候我听听看 就是前一阵子有觉得 我们俩的价值观是不是差很多 他又很喜欢LED灯 就是家里那种五颜六色 可是我喜欢是木头的 然后简单的 然后可以放很多植物在家里 就完全不一样的价值观 然后他最近就真的很喜欢穿一系列 非常贴身的 贴身到不行的那个上衣 然后上面有那个庙 庙宇 庙宇 是是 然后以前我看到他的时候 我想说怎么会穿这件 可是我现在看到他的时候 他只要一出房间 然后我就说 阿蜜豆腐 你知道吗 你一说他穿着少林寺或者是 我就说阿蜜豆腐 然后他就这样 他就这样 就变成 开玩笑的包装 然后我就觉得说 那种夫妻间的那个小乐趣 好像又回来了 那我们继续来丢酒 好 晨晨一点 我们决定呢 最后一题我们来问 好啊 等一下 你要问他 那瓶是酱油 你已经单身很久了嘛对不对 对 然后也在演艺圈搭过很久了 然后单身到现在 有没有在演艺圈里面发现哪一个女明星 让你产生一点点悸动的感觉 一定要讲 一点点都可以 其实其实我应该是在进这个圈子之前 才幻想过女明星 那个时候有 但是进来之后 整个就是 谁 非常的心理 你当时是幻想谁 其实有不少 讲三个 丘淑贞 你是不是也要帮你 我没有脸 不是 这因为 还有谁 余若萱 因为这就是我的朋友耶 你这么吓得了 真的笑 但是我进这个圈子之后 我完全都没有 他已经当妈妈了 我看到我就 我就都没有 情瘦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林熙蕾 林熙蕾是我们的朋友耶 这好是你好朋友 而且林熙蕾很逼真耶 所以林熙蕾上次跟我说 有人在跟踪她就是你吗 不可能啦 不是我 好 那走开 好 这题 这个有什么 很逼真 这个OK吧 而且她幻想对象里面没有你 对 你是非常 非常尊敬 然后看到你我就很紧张 来演戏 来演戏吧 来演戏是吧 好啊 然后应我们节目的那个习信呢 就是要跟来宾演一下 起来